那另外可不可以再跟你请教一提 这个我们时间不够可以用30秒跟我们解答一下吗 有个听众他去Score买房子啊 买房子的时候那Score paper上面跟他讲说 你要45天之前贷款哦 没有批下来的话 这个买家是不是有一个权利可以拒绝他来买 就是Score可以把它drop掉呢 到底这种long contingency的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样呢 如果上面讲好说大概45天 是不是45天买家又有权利说取消掉这个Score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Dana也帮我们解说一下 好的现在一般的Score是30天或45天 如果说你45天都没有办法完成的话 那他们可能给你一个notice of the perform 在你几天之内你要就是remove long contingency 或者是你要release一万两万块给他 万一做不成他有钱可以赚 如果说你都不愿意签的话 他有权利去把你去取消这个deal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签remove long contingency的话 你的定金就不会被没收 但是你签的话你的定金 你又做不出来的话 那你的定金就合法的合理的就会被他没收了 所以这个延期呢就是由买卖双方的agent来去做这个交涉 跟seller做交涉这个动作的 所以要赶快请你的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 或是你的贷款经纪人赶快想办法帮你协调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不能乱签 然后他这个期间如果很紧急的话 是不是可以去拿一个bridge loan 就是去拿那种临时的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做贷款的人 除了就是offer正常的贷款之外 很多人要用现金去买的 我们都是用offer用bridge loan 先用10天的时间帮他把房子先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我们就有时间 已经是他的房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花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间 把它转成一个正常的贷款 现在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抢不到房子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buyer 他是用bridge loan去抢房子的 好的好的 真的又学到新的知识点 再次谢谢我们嘉欣带款的仲裁 Donal 刘彦秋 谢谢您